好在这边这个题目他给我们三个正方形 然后这一个第一个是他变长都是12 然后第2个他变长都是20 第3个他变长都是8 OK 然后在这边他要我们找area of shaded region 然后这一题呢我能够想到最简单的方法是 我 补齐他变成一个大的那个正方形 可是因为图案我画错了 我没有画到 真正的长度 所以他的这一个20 18如果全部 画对的话呢 我补上来的话 他是 一个正方形来的 可是这一边现在我补了没有 然后这一个会是8 然后这边是12 然后接着呢 这一个是12 这一边是8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要找这个area of shaded region的时候 我就有area of 那个 呃 什么 最大的那个square OK 我在这一边我给他名字 A B C D 这样 area of A B C D 会是等于 呃 那一个 等下 哎 没有我对对对 我这一边是20 然后 40 这个是20 对对对 OK 所以 好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一个 我的那个 长呢 这一边他的那个高度 这个会是等于12加20加8 所以这一边是40 然后他的宽呢 在这一点这样 他这一个 会是 呃 8加12 12加8 这一边是 20 所以他是 呃 20乘40 所以这一边就有800 OK CN 算 然后过后呢 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ABCD 然后我这一边我再给他一些名字呢 这一个是 EF G H 这样 So 我的Area of 三角形 AEF 是 这一边12 然后 这一边是 20加12 32 所以 2分之1乘12 再乘 32 所以我们这一边0.5 乘12 再乘32 我拿到是 192 OK 0.52 32 192 所以这一个是 192 CN Squad 然后我的Area of 三角形 这一个 CDG 会是等于 2分之1 乘20 然后再乘 这一边是28 OK 所以0.5 乘20 280 280 然后我的Area of 那一个 BF HG OK 就 B G H F 会是等于 那个8乘12 所以8乘12 96 这样 96 CN CN Squad 好 所以在这一边我的Area of Shared Regions 就会是等于 800 减192 再减280 再减 96 所以我们这一边他就有800 减192 减192 减280 减96 然后拿到是232 这档案是232 232 减帅 OK 有没有别的方法来做呢 让我想一想啊 我这个涂黑的部分 我用 那个 正方形剪掉两个三角形 然后 这一个部分我要找的话 有一定的难度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应该就是我现在这样的一种做法 好 这一边呢 这一题还有另一种做法啦 OK 我的做法是这样 然后可是我刚才问了一下我的学生 然后 大多数的人呢 他是这一边没有加 OK 他们的做法是这样 他补 补下面这一边 OK 他补了下面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的那个 Area for 三个Square 会是等于12的Square 加 那个 20的Square 再加 8的Square OK OK好 所以 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就有 12的Square 加 20的Square 再加 8的Square 然后还没有完 他还要再加上 这个12乘8 12乘8 OK 再加 12乘8 然后拿到的是 704 所以他这一边他拿到的是 704 704 然后 他的Area of 三角形 AEF 会是等于1 乘12 再乘32 12 所以 0.5乘12 再乘32 他拿到的是 192 所以在这一点 这一个是 192 然后我的Area of三角形 CDG 会是等于 1 乘 底是20 高是28 这一个是 280 因为我在这边 越越 然后是280 所以他的Area Oxelic Oxelic 会是等于 704 减192 再减280 所以我在这一边 704 减192 减280 然后拿到答案是 232 OK 所以他这一块是 232 Cm Squad OK 好 跟 这一个 232Cm 是一样 OK 所以刚刚的 下面的这个做法会更 简单 So 我这个方法呢 我在找 整体的Area的时候 比较简单 20乘80 就整体的 下面的这个方法呢 他 在找整体的Area的时候 需要 呃 正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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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长方形 然后 整体的Area 呃 上面的方法比较容易 然后可是这一边他剪 只剪一个三角形 再剪一个三角形而已 我的这一个是 剪一个三角形 另一个三角形 再剪一个 长方形 这样 OK So 两个都可以拿到答案是 232 OK 呃 这一题呢 我相信 更多的学生 他们尝试做的是怎样呢 更多学生他尝试做的是 呃 找这一个三角形的面积 再找 这一个Trapezium的面积 再找 这一个三角形的面积 然后 可是呢 你要这样做的话呢 他其实是 很高难度了 为什么我讲他很高难度呢 来 因为 你看啊 在这一边20 减12 这一边是8 然后 这一边呢 20 然后 减8 这一边是12 12 OK 好 我要找 这一个的长度 就有一定的那个难度了 OK 呃 FG 然后 这一个 我这一个我改成是比 吧 OK A AB F 然后 G 在这一边 H OK 然后这一个是I吧 OK 好 然后 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要找这一个 GH的长度就已经是很大工程的一件事情了 而且是在你们课程范围外 的一种方法 你要想像我在这一边加多一点的线下来 然后 他就变成了一个 直角三角形 然后 这一个直角三角形跟 上面的这个直角三角形是属于 那一个 SIMILAR的 然后SIMILARITY这种东西呢 你们要到FUNBY才有学到 旧的课程是FUN TREE就学到了 就是说我在这一边 我的这一个是 这边是FUN 然后这边是12 这边是12 OK 这一个过来 这一边是 12 然后 他这一个 是 32 然后 这边是 金色的这一个是 12 然后这个是GH 我要找GH 所以我心里想我的GH GGH除 他的这个底部 12 等于这个 32 GGH 就是12 除以 32 所以我的GH呢 会是等于 12乘12除 32 所以我在这一边 12 2除 32 我拿到 是 4.5 所以这个长度 会是等于 4.5 然后 接着呢 再来我要找 这一个的 长度 这一个的长度 OK 我要找这一个的长度的话呢 我想一想啊 我刚才原本是想要找 这一个的长度 OK我要找这个的长度 啊 在这一边 这一边这样其实应该是 我补这一边 会更简单 然后 用Similarity 的时候我在这边补那个 上面这个会更好 OK 在这一边 这个是我的 这个是我的 然后 OK 嗯 嗯 我需要补吗 我不需要补 我其实就直接 这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一边 这一个是我的 这一个 直角三角形 呃 我用 紫色的 这样 这一边 这个直角三角形 然后 跟 这一边 这样 过来 对同样的我在用Similarity 这个是 20 然后这一边是28 然后 呃 这一边是8 然后这个是我要找的Ei 所以我的Ei 我的Ei Ei除 20 等于8 除28 OK 这一边 这个是28 所以我的Ei 等于 8除28 乘20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有 8 乘20 除28 我拿到的是 这一个 哦 解称分数 40个T OK 40个T 等于 40个T 好 来 在这一边我找到 这一个部分 是 40个T 这样我要找他Area 我学的region了之后 我Area上面的三角形 是二分之一乘底乘高 这一边我找到 4.5 这一边我找到 4.5 所以它是二分之一乘 那一个 4.5 然后再乘高 乘12 所以 0.5乘4.5 再乘12 我拿到是27 所以这个等于27 然后我的Area of trapezium OK 这一个 这一个 我是 trapezium 是二分之一上加下层高 这个是12.5 加下 下是47 它高是多少 它高是20 OK 所以在这一边我就有 然后 那一个 0.5 就二分之一 12.5 加 40 和7 然后再乘20 然后它拿到的是 1275 然后和45 所以这一个是 12 75 和7 OK 好 然后刚刚这边 6 OK 然后我的下面的Area of三角形是 2分之一 乘 40和7 再乘8 OK 所以0.5乘 这一个 40和7 然后再乘8 然后拿到的是 160和7 这个是160和7 所以 在这一边 所以我的Area of Shared Regions 会是27加 1275和7 再加 160和7 OK 这三个 跟它加上来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 227 加 分模 是 1275 5分之一 加 160 27 232 哦 这个方法也可以拿到 但是明显比刚刚两个方法难很多 OK 特别是你的这个你把它写成小数了之后 你就可能会 拿到没有这样美的号码 所以你看 我的这个232 然后232 OK 嗯 但是我相信 那一些用 这样 好像是用这样的方法来找 答案的学生 都 很大可能是做错了 特别是他们不懂 Simility 没有办法拿到这个号码 他就没有办法拿到正确的 OK 好